一個手機拿來自拍 正面拍 側面拍 曲面的皺紋 曲面的皺紋 我覺得複製檢測儀 它是一個靜態平面的記錄 大體上而言 它可以分析出一些 我們肉眼看不到的東西 它利用色階的方式去做個比較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可以記錄 或者是可以分析出膚質的一個狀況 我個人的經驗上是這樣子 我比較不會用複製檢測儀去做一個診斷 可是我可以利用它的影像 來幫助我去看到一些我可能看不到 或者是說因為在門診的情況底下 有的時候不會太近 尤其是對於出診的患者 對於出診的求眉者 可是利用這個膚質檢測儀呢 我可以去放大 去zoom in zoom out 然後可能可以放大個10倍 20倍這樣子 所以看到一些細微的變化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記錄 跟追蹤的角色 我比較不會用它說 因為我看到這膚質檢測儀 上面的任何一個東西 又馬上下一個診斷 我覺得它對我也是一個 輔助性的角色 我在診所端 會比較常見的膚質檢測儀是兩台 第一台是Visia 第二台是Observer V Visia它是一個美國公司出的 因為它在很多的醫學文件上面 醫學錄文上面而言 都會引用到這一台的數字 所以Visia算是在業界上而言 比較有公信力的 那另外一台Observer V 它是荷蘭的廠商出的 那它的好處是它結合了iPad 那它也比較輕巧一些 所以比較新的醫美診所 也會採用這台Observer V 那我覺得兩台都算是一個不錯的 一個影響紀錄系統 我比較少碰到有診所可以一次買兩台 因為我覺得它也不是用來做比較用的 所以大概我覺得消費者端 它應該不太會去做到選擇 就是可能是 診所它有購買哪一台設備 那它就會用哪一台設備 來做這個分析跟紀錄 那費用上 當然我說出診的費用或什麼的都會有 可是好像我應該沒有聽說用單純 因為有這台機器或沒這台機器 要額外收費的情況 VCR它的好處是這樣 我們在紀錄這一套 分析客人的膚質還有紀錄的時候 我覺得很重要是客觀條件要盡量的一致 包括你的燈源 你的明亮度 還有你紀錄的角度 我想在VCR這個影響紀錄系統上面而言 它是非常強大也非常全面的 那我覺得缺點是 一樣我剛剛提的 就是一個3D影像的一個紀錄 後來到紀錄器裡面之後 它變成一個2D的圖片的時候 有些東西會失真 比如說像皺紋 原本橫線的皺紋 一個曲面的皺紋 可是在紀錄上之後 它可能變成一個平面的 所以我覺得 一樣它是一個很有價值的 參考的東西 但我覺得回到臨床上而言 還是得要真真實實的看到客人 或者是患者的一個全面 它才會配合影像紀錄系統 我覺得會達到更真的一個效果 其實我對於這種比較市售的 比較這種大眾化的這個商品 我比較保留啦 怎麼說 我剛剛提到可能就是一個客觀的環境 剛剛提到像光源的問題 像角度的問題 其實你想一個手機拿來自拍 你正面拍 側面拍 其實你的皺紋 你的毛孔 你的一些陰影 可能就會改變了 你可能在同一個時間內 你拍個兩次 因為角度的不同 因為光線的不同 你的負值可能就會差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 在這種市售商品裡面 我覺得比較 是拿來當作一個 你說辦專業也好 或者是一個 投放 然後一個樂趣的情況 來記錄也好 那我覺得 回到專業 還是給專業的機器來 畢竟像一套系統 像五六十萬 這跟一個 APP 一美金啊 三美金這樣子 比應該還是有很大的差距啦 一樣我覺得今天 膚質檢測儀 它提供的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記錄系統 那這記錄系統 我們希望盡量是把一些 客觀外在的影響因素 把它排除掉 比如說上妝的情況 或者是說 你在記錄的時候 你是 匆匆忙忙跑來記錄 你可能 有點流汗 有點緊張 或者是在一個 很輕鬆的情況底下 你是卸妝完的情況底下 來做這樣子的記錄 盡量把客觀條件 都一致化之後 再來做這個影響分析系統 我想會是比較 一個完善的一個結果